扫黑风暴已经逐渐接近尾声,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已经一目了然,而作为两个对立者,李承阳和高明远,也在最新的剧情中正式会面了,要知道这两位角色的扮演者孙洪雷和王志飞都是实力派,看他们的对戏着实太过瘾了,剧中两人明明都恨透了对方,可在会面的时候依旧笑脸相迎,甚至还品茶唠唠嗑,谈谈心事什么的, 明明是很轻松的气氛,可空气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,无论是孙洪雷还是王志飞,在演艺界的实力都是数一数二的,明明已经恨透了对方,却依旧当作没事人一样轻松会面,就连彼此之间的威胁也充满了隐忍,不知有多少观众在看的时候都是屏住呼吸的,生怕他们瞬间开战,这种气场就是使人敬佩。